那這個請教一下範老師 你怎麼看三年報這件 我覺得這當然是很關鍵的一戰 關鍵 我認為如果三重跟台南 民進黨都輸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就是民眾在去年選舉 教訓民進黨的那個憤怒 並沒有因為最近幾個月 例如說蘇貞昌的一些表現 大家肯定而減少 覺得那個對民進黨的教訓 還在持續並沒有降溫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要擔心的 特別是我大膽的預估 現在在立法院 民進黨有六十六席 國民黨是三十三席 會不會明年剛好跌倒過來 為什麼 因為去年的縣市長選舉 國民黨大贏十五席 就像二零一四年 民進黨當時大贏十五席 是一樣的 就是整個翻過來 剛好都是十五席 縣市長 那這樣民進黨就有三十幾個立委 沒有錯 明年有大概有三十三個立委 可能要流浪 因為國民黨現在的士氣如虹 所以吳敦利說他們要六十幾 我覺得他們要達到這個目標 當然我還要看後續發展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現在你看 這個市議員已經拚命的 要開始要選立委了 還有就是如果台南輸了 我必須要講對於賴清德來講 也是很傷的 因為賴清德表示你在 你這個所謂的賴神的光環褪色了 你連在台南浮選 你都浮選不了 但我也必須要講 當初為什麼要掌握郭國文 這個說實在 他的這個知名度並不高 然後今天打到現在 然後陳曉筠的問題 也一直解決不了 然後這個郭信良的問題 是議長郭信良的問題 一直以在 我一直覺得台南市 為什麼這樣一個有利的環境 然後我覺得我也搞不懂 為什麼民進黨 台南市黨部的主委黃先柱 在處理陳曉筠的事情也好 處理郭信良的事情也好 到郭國文的事情也好 都處理不好 搞到現在自私一分 陷入到一個這樣泥腦裡面 那這個 當然我覺得這個到後來 未來的結果就是大家來承受 但是我覺得真的 如果台南這句習書的話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就是說韓 但我們知道就是說 謝龍介他某種程度 跟韓國瑜的這種特色 是有點雷同 就是有點娛樂性的 就這樣的話 如果在台南都贏的話 我也必須要講 台南目前的民進黨是全拿 那現在國民黨已經說了 高雄市的八旗立委 要八仙過海 是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很大的危機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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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